史上最长 新全民运动 黄金300秒 晚快也能赚奖金 时间变钞票 奖金高达 一秒千金 路人变传奇 全新综艺节目 黄金300秒 欢迎来挑战 大S的老公王小飞 在台湾开了一家餐厅 颇有指标效应 他不但是第一家大陆餐厅 独资在台湾开店 当然也是明星的店 但是从六月底 不断传出了一些传闻 包括了倒闭 还有基线员工薪水等等 集团的总裁正是汪小飞 他特别飞来台湾 亲自说明在台湾餐厅的 营运情况 刚出自家招牌菜 白衬衫 黑色西装库的汪小飞 台湾开餐厅以来 第一次亲自上菜 清蒸鱼做了一个 创新的就古法争的 有木耳有蒜蓉 在镜头前介绍菜色 但这回不是宣传 而是大老远赶回来灭火 因为翘江南这一个月以来 先是传出倒闭 一星期后再传前行 我也是有一点 虽然真的火烧屁股了 汪小飞和大S12号 就特别从云南搭机 紧急返台 虽然大S脸上挂着浅浅的笑容 但看得出汪小飞脸色名重 这回经营不善 传言满天飞 汪小飞身为大陆企业第一家独资来台 也谈言在台做吃的真的不容易 我们从来没有基建过员工的工资 那由于呢 我们是外商投资在台湾来 有半小时时间差 所以呢这个导致 我们的这个工资延后了 能透露一下数字 我们说每天能做500多人的客楼量 也就是每个月以30%的 这种客楼量的增长 不愿民说餐厅赚钱了没 但听得出来似乎还没转亏为盈 因为光开台湾这家分店 就大手笔下6000万资本额 再申请6位大陆厨师来台 各得增资200万 加起来投资额就高达7200万 汪小飞开玩笑说 当然不能随便倒闭 不过话风一转 提到老婆Dice在微博自称界内 被网友批评汪小飞说 这是Dice的黑色幽默 至于会怎么建议也想到台湾投资的大陆企业 汪小飞只有一句话 祝他们好运吧 先做好吃掉 中天新闻林东明 路易SNG小组台北新闻报道